大家 今天是9月8號 星期二 股市還是有一點反覆的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段行政指數今天高開 196點到24785點 這個也暫時今天的高位 由於市場的氣氛還是比較保守 所以變成來說 股市最終還是一直反覆而下調的 到中午的時段 指數曾經一度低階24341點 等於說這一分鐘股市是倒跌257點 相對來說這個也是這個月的低位 直到目前為止 這個月的大使當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指數是從1號的高位25254點 到今天暫時的低位24341點 等於說這個月在六個交易天之內 指數就回調了913點 首先一個月的高低位在六個交易天之內出現的機會 還是不太高的 還有913點的波幅好像還是比較少 所以變成來說在未來這個交易天裡面 還有更大的波幅點給我們看到 問題就是股市還是在進一步往下 尋找低位還是有機會慢慢慢慢回升上去 尋找高位這個就有看了 從移動線方面來看 暫時的走勢還是比較反復而不明的 那最低限度今天來說 指數曾經一度在跌圈100天線 我們再看看100天線 現在大概在24652點 在昨天收市來說是跌圈了100天線 現在時間大概是3點25分 到收市的時候能不能夠穩守在100天線以上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不過當然要是100天線失守的話 另外一個防守的據點 就要退守到8月7號的低位24167點了 這個就比較重要了 因為整個股市從7月7號的高位26782點 回調到8月7號的低位24167點 然後再反彈到8月31號的高位25847點的 要是現在回調的話 只要不跌圈24167的話問題不大的 最多就是說這個中期反彈之後 有一個1000多2000點的高台的整股反復而已 可是一旦跌圈了 秦鳳就好像不太理想了 還有一點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8月份當然是一個先低後高了 我曾經說過 9月份要是要維持這個8月份的先低後高的走勢的話 在9月初的時間 股市最好還是先往下尋找一個低位 那先低自然有機會慢慢慢慢回穩 後一個階段 希望能夠一步一步走上去 變成一個先低後高嗎 要是說在月初的時候 馬上推上去的話 要是說沒有太大的成交支持的話 最終股市在中斷以後 還是要反復還是要下來的 好了 現在就月初先跌一跌 那秦鳳當然是不太理想 因為已經跌穿了100天線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等一下 那看看美股方面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畢竟市場流動的資金還是比較充裕 要是說沒有什麼特別壞的事情發生的話 我覺得這個月還是有機會稍微 先找一個低位 然後慢慢慢慢穩定下來 當然後一個階段就要看看 資金的布局到底是怎麼樣 畢竟一眾新經濟的股份 其實過去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累積了不少的升幅了 稍微整個一下 我覺得也是很正常的 好了 下午的分析就說到這裡 廣告 廣告 背景 橋本 困難 把 古 不 是 書喔 去